好,那这一学期的课程 我大概原则说明一下 这一期课程的话 我们原则上就是分成那个 把Excel里面的函数分成五大类函数 包含就是说那个 第一个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跟那个逻辑函数啦 日期时间跟数学三角 其实三角可能把它改成统计吧 统计的函数 那检视与参照等等函数 还有一些综合练习 那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要找到网路上 相关我的资料其实还蛮容易的啦 如果你Google找那个 关键是找打吴老师 或者打吴老师教学 那 这个也会找到我的相关的 这个资料 那包含就是说 我放在网路上面的那个 我的相关的教学部落格文章 所以呢 如果之后啦 还有就是说一点 之后如果你们要签到的话 就是说上课 因为以往的话我们会点名嘛 然后 可是因为线上的关系 所以呢 以后如果你上课 假如要 这个签到的话 那我这边有准备了一个 就是我的那个线上的签到簿 那所以请各位也许稍微记一下吧 也许你将来哦 你就Google一下哦 Google那个吴老师好了 或者吴老师教学 吴老师教学好了 然后 将来呢如果说呢 你想要这个签到的话 那你可以点选这个吴老师教学部落格 好 那我在这上面哦 有做了一个签到步啦 就是说呢 你们自行再到那个学习签到步这边 帮我做个签到 哎 不过这签到步 是不是有点 有点 这个我再看一下 到时候会在这边有个学习签到步 那你们可以在这边做做个签到的动作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相关的那个 网路文章 我又在这上面放了一堆的网路文章 总共大概快一千篇文章吧 都是关于有关于Excel VBA的相关教学 你们也可以到上面 也许做一个预习吧 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Excel VBA到底能够做到哪些的功能 OK 那再来的话呢 这是我相关的这个简历啦 那当然 刚刚有提过说Google之外的话 另外还有我那个YouTube YouTube上面的话 目前的订阅人 订阅人数大概三万六千多人 OK 然后我有这个实际上的那个创业的经验 那另外目前的话 有在各一些重要的推广部 受一些课程 除了说在学校里面 台师大 东武原市 然后在其他的推广这个中心 也有开一些课程 那原则上基本上都是跟程式设计有关的 OK 那 这是一些奖项 OK 另外的话我的证照其实蛮多的 我的证照目前大概有 超过30张吧 OK OK 那很 基本上都跟电脑有关的 这我的这个频道啦 里面订阅人数其实蛮多的 OK 那再来有关上课的参考用书啦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 这个 找一些相关ECELL的书记 尤其如果你对ECELL完全不了解的话 可以稍微看 因为目前工职场上面用到 ECELL的机会实在是相当相当的大 因为基本上 所有电脑 应该都会装ECELL吧 OK 我想如果那个电脑没有装ECELL 你会觉得这电脑能用吗 OK 那其他的话呢 像这个参考用书 你们可以到储物馆找找看 这本的话是有关ECELL的资产函数 里面468招 那意思就是说它有468个相关范例 也就是把ECELL里面比较重要的函数 通通抓出来 然后做成范例 让你知道怎么去使用它 那除了函数之外 可能你们还是要了解 在ECELL里面的VBA吧 这个后面我没提到 就我刚刚提到的 如果我今天做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它自动完成 那该怎么做 其他这部分当然还有相关进阶用书 那另外的话 你想说那为什么学校会 要我们必修城市设计呢 其实跟几个 几个方向有点关系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ABCDE 新科技新机会 那什么叫新科技新机会 就你们毕业的时候 其实未来职场上面 都现在最夯的 相关的专业技能 大概都跟这个有点关系 举凡是A的话 就是AI 应该大家都有听过 AI 这个人工智慧部分 那第二个的话是 B的部分是Big Data 就大数据 应该大家也都有听过 那当然大数据跟人工智慧 也会有这个结合应用的部分 那另外云端 像我刚给各位看的云端硬碟上面 那现在其实 基本上大家用云端的机会 已经非常非常普遍 尤其是远距上课 远距上课 如果没有云端的话 那很麻烦 所以基本上我已经把所有的相关教材 通通放在我的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务必要记得 那个刚刚提供给各位的那个网址 那第四个的话是有关人脸辨识 或者是影像辨识等等的 或声音辨识也是一样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第四个 第五个的话跟电动车 那电动车 大家一定会想到像特斯拉 那将来的话在2035年 以后基本上 政府就规定说 就是禁止贩售燃油车 也就是说以后的话 只能卖电动车 那为了环保 那也是一个趋势 那电动车 其实跟燃油车最大的差异 还有一点就是电动车 其实有点像是智慧型手机 把它放到车上面 以后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智慧车 OK 那第六个的话是这个金融科技 Fintech 就是数位金融 那也就是说以后 所有的那个相关像银行 慢慢你会发现越来 柜台会越越少 基本上都在网路上面 或者是手机上也可以完成 包含说你要付款 或者是你要这个汇款等等的 其实举凡说一切 这个金流 其实基本上都是那个 会在网路上 就是虚拟的世界完成 那慢慢甚至还有一个趋势 就以后那个 实体货币慢慢会走向 那个所谓的虚拟货币 OK 那这个当然也都是趋势 那这背后其实都需要程式来完成 OK 所以基本上为什么要特别学习那个程式 大概主要原因在这里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其他像 我也曾经参与过一些 证照题目的审题命题 那最近是参与那个像一些工营的这个机关 像那个中华邮政或者是等 他们其实现在招考人才 很奇怪 以前都不考程式设计的 现在慢慢的也开始考程式设计 也是不一定说他的工作内容一定是工程师 也会需要考到程式设计 所以这个可能慢慢是一个趋势 那所以呢今天的话 原则上我们就开始来讲一下有关第一个单元 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首先的话呢 大概了解一下 跟文字与资料函数的有关的相关函数 包含哪一些 像REPT 像LEN 像MID 等等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拿那个题目部分来做说明 所以呢刚刚有跟各位提到 请各位解压说 并且开启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这一道题 那首先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把这个打开之后的话 第一个题目需求 就是把F到H 这三个栏位的资料 变成一个E栏里面的一个资料 而且这个资料里面 是把这三个合并在一起之后 并且结合09 减的符号 把它串在这边来 那当然呢 我们 不是要你土法链钢 因为如果你土法链钢的话 那事情永远做不完 所以呢用什么方式做最快 刚刚有跟各位提到有关用什么 用函数部分 那函数部分的话 当然会用到几个 包含就是刚刚有提到REPT LEFT RIGHT LEN MID 甚至TWIN 等等的相关的函数 当然不见得前面都会用到啦 只是说这些函数呢 基本上你都要学会 那学会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综合练习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OK 至于要怎么做啦 也许我们就按部就班 不过今天这个第一次上课 所以原则上 我们大概就是先开个头吧 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要怎么串 跟各位讲一下 基本上串的方式 如果你对输入不太熟悉的话 你可以在这上面先打一个等号 打一个等号 等号意思是说我后面要得到的结果 就是把这个公式放在等号后面 那我需要开头是09 所以我需要一个09的文字 那文字的话呢 在那个ECEL里面 记得是前双一号开头 打一个09 后双一号 那你其实你可以不用全部打完 你可以先打个勾好了 你会不然09就过来了 那09什么 11 所以你可以再把09跟11串在一起的话 那怎么串呢 记得哦 这个部分会需要一个AND的符号 这个AND的话就是英文里面AND AND AND什么 AND这一个 那当然你有几种写法 你可以点选这个F4 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这个储存格的位置的资料 放在这里 所以这边会产生一个叫F4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 好 AND的F4 那你就把它打个勾也可以 其实不用全部打完 你可以先一边打一边看 然后在AND什么呢 AND 串接一个什么 减的符号 减的符号 所以减 打个勾 0911 然后一个减 然后后面的话84 7 可是要补0 可是问题要怎么补0 当然你不能说AND 如果你AND 如果你AND 直接把这个 G4带过来的话 它变成什么 84 不对啊 少一个0 那怎么办呢 你想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在这边串一个0 然后再AND 把0串在这个当中 080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向下 把这个公式向下填满的话 向下填满是直接点两下 这个空也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呢 不对啊 底下 它应该是3码的变4码也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就不能是AND AND什么 AND的0 但问题我要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什么 该补0的0 的时候就补0 不该补就不要补 这个地方其实就需要思考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 第一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会需要呢 用到什么呢 用到两个函数 拿两个函数呢 先把这个G 这个把它先滴掉 OK 把它恢复 恢复到这里 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 就需要 两个函数 这个把它delete掉 按打勾 然后这个底下的就把它 恢复好了 类似 需要拿两个函数呢 第一个函数是REPT REPT 其实英文的意思就是repeat的缩写 repeat 重复 第二个的话是LEN LEN LEN 其实就是legs 意思是说长度 长度的这个英文缩写LEN 那这两个函数的话 待会请各位也许先切到前面这边 REPT 这边有个LEN 那你们可以先试试看 比如说呢 我今天呢 这边有个例题就是 重复几颗心 重复repeat 几颗心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假设我要重复158颗心的话 那你可以插入函数 找到文字 这个地方的REPT 那R的话呢 它会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你找到R开头 然后呢 底下的话呢 当然这个函数的用法 底下会跟你讲说 你这个REPT要怎么用 你必须要先给我一个文字 test 斗点 第二个参数是LUMBETIZER 次数 所以这个是一个文字 加一个数字 那比如说呢 我按确定之后的话 什么文字 这个星号 所以如果你点这个星号 它会帮你带过来 CE 然后呢 并且跟你讲说 带过来的东西是一个星号 诶 星号你会发现前后双一号 重复次数 次数的话 如果是 我要让它重复的是158颗心的话 那这边会显示100 那你按确定的话 这边就150 可是我不要那么多颗啊 我要每100笔 给一颗心 所以 这个地方你可以 再点REPT 再点一个FX 它会恢复到 刚刚的公式 画面里面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B3再除以什么 除100 那B3除100之后 就是158 除100 得到就是1.58 那星号没有.58颗 所以就1颗心了 只会取前面的整数 OK 按确定 你会换1颗心 那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带公式 带下来 不过你会发现 带下来的话 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呢 明明只要星号的 它变成底下的这个星号怪怪的 那为什么 主要的原因是 这个星号部分的话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假如说呢 将来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向下填满是 拉这个空点 把它向下填满的话 它会帮你把这个公式复制下来 并且还会帮你多做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的 这里面 只要有C1 B3 像这种储存格的位置的话 它会 向下的话 会帮你把后面这个数字 帮你加1 也就是说 本来是C1的 会帮你加1 变C2 OK 那问题来了 我的星号一直都在C1 不能变C2 OK 那怎么办呢 我要把这个C1固定下来的话 很简单 只要在这个1的前面 加一个前的符号 这样子 它就固定起来了 OK 那把它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1固定下来就向下填满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 REPD部分 另外如果说假设 你对于那个公式 实在是记得不太 就是很多地方记不太起来 没关系 另外我在云端上面 你们慢慢要习惯 在云端上面有个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上面呢 基本上就会有所有的那个参考答案 你们也可以在云端白板上 那云端白板里面就有 第一类里面的文字里知道函数 你就打开文字里知道函数 那其实这边也有参考答案 我刚刚打的公式呢 其实在上面也有啦 比如说REPT REPT我刚刚打的是 这个公式这边也有 那只是说我多了 这边多了一个INT 那为什么多一个INT 实际上这个INT是这样子 就是说呢 理论上1.58 这边当然的信号没有1.5%颗心 所以如果你想要无条件 捨去那个小数点后面的东西的话 很简单 你可以在这个公式外面包一个INT 然后前刮弧 再包一个后刮弧 这样就OK了 不过跟各位讲啦 这个INT不包也不影响 因为它这个信号没有那个小数点的信号 所以你加或不加 其实以这一题来看 都可以 但是呢1的前面一定要加 不加不行 OK这个第一个 那也许啦 今天因为是第一次上课啦 所以请各位呢 只要先把REPT的部分先做完 那做完之后的话 你们就把它存档 OK 那存档之后的话 再来 不 更正一下 先存档之后 其他后面 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次上课啦 所以我原则上 不要一次讲太多 反正今天的重点 就是基本上把问卷 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课程说明 还有范例档先讲完 那再来后面的话 我们就会 每一次上课呢 就是来做练习题 那所以今天的 今天的作业练习啦 基本上你就把什么REPT 这个部分完成 那剩下有时间的话 你们就是在把其他的 这些东西 其他这些练习题 试做看看 那相关参考答案的话 那如果可以的话 把这个部分也可以做做看 OK 然后 原则上大概是先到这边好了 把他先稍微存个档 那我在那个POTO上面 有开了一个作业区 所以原则上 你们可以把那个作业部分 就是试着也把它交到 那个云端的部分看看 OK 那我先把那个我这边的画面 先还给各位做练习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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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